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要跟各位说的新闻是这一个小米的新闻 小米又上新闻了 智慧摄影机漏洞背机监看邻居功能 引发Google的警觉双方合作喊咖 这里面是讲说,大义我大概讲一下 就是这是一个小米的监视器 这个是智慧型摄影机 然后有人买了他的监视摄影机 主要目的就是要放在家里的房间 然后去监看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自己家中的一些状况 但是这个消费者买来之后 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他看到这个萤幕里面的这些画面 都不是他家里的 反而是别人家的状况 居然出现在他自己的手机里面 因为他是可以远端监看 就是上网可以远端监看 所以这个功能就让人感到非常害怕 然后这个客户他就写信给Google和小米 引起了Google的重视 Google发表声明指出 已经察觉到此情况 并正与小米联系与寻求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将证明所有装置与小米服务的连接 而这个摄影机看到人的陌生影像 小米的官方回应说 针对这件事情 小米官方1月3号发表的声明 除了表示抱歉 强调用户的隐私与资讯安全至关重要 也详细说明了出包的原因 小米说这个事件是为了强化摄影机线上串流品质进行的测试导致的 小米是说只有三种状况会产生这个状况出现 就是使用米家的智慧摄影机一般版本 然后透过Google Nest Hub 连接 然后网路讯号微弱的情况下 这三种使用情形中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几率非常小 全球影响用户仅为1044个人 那这样的回答呢 让大批网友对中国大陆产品安全性感到质疑 甚至有网友调侃 这可能是新推出的监看邻居的功能 好了 这个是小米官方的声明全文 它说小米始终将用户的隐私 和资讯安全视为至关重要 我们于2020年1月2号获悉米家智慧摄影机一般版 连接Google Home Hub 的时候会有极小几率 出现接收到其他Google用户账号下摄影机串流画面的情况 我们对此因此而感到不变的用户声感抱歉 这个真的很夸张 太恐怖了吧 只要你小米的东西连上Internet 小米的产品如果能够连上网路连上Internet 都要非常注意 目前我个人是不会买任何小米可以连上网路的产品 如果它的产品是不会连上网路的 比如说耳机这种东西是OK的 但是如果是手机它一定会上网 还有他们这种可以上网的这种监视器 这种都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呢 还记得这个新闻吗 可能年纪比较小的朋友们忘记了或是没有印象 这个是一个在2014年的新闻 小米手机偷传资料到北京 那ithome它是这个网站 ithome它是一个专门在讨论这个it产品的网站 然后他们里面的找这个资安专家去测试 他说有 好我们来看一下 小米手机偷传资料到北京引起网友炮轰 小米官方否认 你看这大陆人大陆官方真的是 他们每次做很多那个的事情 他们都否认了这很正常 然后ithome找来资安专家测试 全新的红米手机打开包装装上SIM卡 开机连上网路 还没进入任何初始安装设定 也没任何同意资料收集动作 小米手机就会自动回传用户手机 他们到北京 这件事情早就已经经过证实了 这是2014年的新闻 然后他们一刚开始否认 可是到8月11号的时候就说 小米科技8月10号坦言传输并道歉更新系统 后续报导请按我 因为这篇文章是8月8号刊登的 然后那个时候小米要否认 然后8月11号这篇 我们点来看这篇 小米招了坦言 偷传资料到北京公开造线并紧急更新手机系统 没有 键吧 真的够键啊 在IT Home踢爆小米手机偷传资料到北京伺服器后 小米于10日在脸书专业张贴紧急声明 谈言的确有一项网路简讯的服务 未经使用者同意就会自动启动 回传使用者手机号码到北京 小米虽紧急释出手机系统升级 把我解决此问题 但对于其他传输资料争议行为仍未有解释 所以你看这个大陆他们这种每次都是这样讲 就是人家踢爆了他某一件事情 他只承认那一件事情 他其他还没有踢爆了他就不可能承认 但事实上小米的东西本来都是大陆研发的 它里面的这些可以上网的这些3C商品 我个人是真的是不太敢买 小米公司第一时间人信誓单的forum指示 变称小米手机内建所有服务都会取得 使用者同意后才收集资料 直到踢爆事件两天后 也就是8月10号小米发表声明 推翻了自己前两天的说法 坦言确实有一项网路简讯会自动启动 回传手机号码到北京 而且是采明码传送 一般具备相当电脑能力的网管人员 利用网路监听工具 可以在同一个网路环境中 测入到这支手机所发送的网路帮报 来取得真实的电话号码 不需要经过破解 所谓明码就是不需要经过破解的 像很多email 以前的email就是POP3收信 或者是SMTP发信 以前都是没有加密的 那都是明码 或者是说像这个 这个一个锁头 这是https 这是有加密的 那以前还没有s的时候 像只有http冒号双斜线 这个是不加密的 不加密的这个传输 比如说我现在在上网上这个网站 如果它是http的话 中间没有加密的时候 如果有人在我们中间的WiFi 截取这个讯号 这是很简单的 一台监控设备去网路上买 就可以买到监控设备 那如果有新人士的话 在比如说公共场合 都是WiFi 大家都用WiFi上网 然后他在这个公众场所 去截取这个WiFi的讯号 你从手机里面 比如说你上某个银行 用APP去上某个银行 假设那个银行 它是http 没有加s的话 那种未加密的网站 就非常非常危险 从WiFi直接取得它的讯号的话 就可以看到你输入的账号跟密码 这个就叫做明码 那另外一种叫加密 加密就是乱码 就是你这个明码是 譬如说你输入1234 它截取下来的讯号 就会看到1234 那乱码的话就是加密过 像http加s的话 它前面就会变出一个锁头 变安全 它加s的话 出去的讯号 即使骇客截取了 它也是一堆乱码 乱码的话 它必须去把它解 解那些风包 才有可能去找到 它真实的那些明码的资料 但是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后来Google在2016年 就一律规定 没有这个s的 这个https的这种加密的网站 它的搜寻排序 就会排在比较后面 然后 目前你会看到 目前几乎所有的网站 都会变成https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Google是非常重视 这个网络的安全性的 所以它跟小米合作这个设备 它就讲说面对敏感的 隐私安全疑虑 Google和小米合作 暂停喊咖 对Google来说 这件事件可能让他们的智慧 家庭生态系发展遭受挫折 去年11月Google第一台 在台湾开卖之后 影响Google Next Mini 正式亮相 主打可以按小米 LG 大同 Philip等多个品牌的家电连接 透过Google语音助理来控制 其中呢 为什么会跟小米合作 就是因为小米的可连接装置最多 因为小米这家公司很聪明嘛 它以前刚开始红起来 是因为手机红起来的 然后后来你会发现 它手机其实 售价其实很低很便宜 但是它非常非常多的周边商品 有没有 你现在看到甚至连现在的灿坤 还有我们到台茂去的时候 它都有个专柜 有很多地方大卖场的专柜 都有一个小米的专柜 小米的所有商品都在里面 包含扫地机器人 智慧音箱 耳机 手机 还有手机很多配件 很多都是小米出来的商品 还有蓝牙喇叭等等的 全部都可以用小米的遥控装置去控制 里面就有讲到说高导14款 包含空气净化器 米家台灯 灯泡 电风扇 还有智慧摄影机 而且它的价格都便宜很多 所以它的销售量就非常好 可是因为这个隐私的安全 所以Google就暂停了跟小米的合作了 它里面这么多可以选择 这是Google的Google Nest Mini 里面的选择可以跟其他的家电 做整合的选择 就这么多家 目前就是把小米拿掉了 即便小米已经给出解释 但并表示问题已经解决 可是小米的诚信 你看这一篇的问题就已经讲了 这种公司的诚信 你觉得这个Google会再跟他合作吗 我觉得未来如果以利益考量的话 当然还是有可能 但是我是觉得各位消费者 在我们大陆公司 而且出产的这种可以上网的商品 如果不能上网就算了 可以上网的商品 我建议大家要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 除非你觉得你自己的个子的影视权不重要 如果你觉得你不希望你的个子的影视权被大陆结局的话 我建议还是不要买小米的可上网商品 OK 今天这个西纹就讲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